挖掘新聞內幕 挖掘新聞內幕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 今天不錯 熱鬧 氣勢不錯 好 這個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第一位是媒體人李文王 大家好 以及這個第一次來的新朋友 他是視障的心理師 朱鑫怡 鑫怡好 哈囉 大家好 鑫怡是完全看不到嗎 我還有一點色快 還有一點光覺 一點點 辛苦了 另外邀請到的是藝人 董志成 董哥 大家好 我真的沒有對銀行的行員標罵 也沒有打給高層 如果有的話我懸賞這個錄音 你拿出了什麼 能拿出來的話 我懸賞一百萬 好不好 節目還沒開始 你不要那麼激動 這個有一個在平反的這個平台 對我們藝人來講 真的是太重要了 對對對 莫名 莫須有的植物 只須有空穴來封的這個 以後傳而的這個 我們都要在今天打破 內景等一下來說 另外邀請到的是 也是藝人卡古 卡古 大家好 我是卡古 為什麼叫卡古 就是以前在模仿的時候 卡的骨頭 卡的骨頭 你如果去買這個台積電 給我們探錢 給人家寫這個新聞 對嗎 董哥 是 有啊厲害 這麼厲害 你們有默契 我跟董哥學的 我們第二次來 乾脆再講一段 T-Sack 由你弄好 好 來 來 不要... 如果是公操天 馬賽去北美麗 好 這個董哥最近的新聞 先請教你一下 說銀行員這個跟你詢問業務的資訊 你卻對他嗆說 你知道我是誰嗎 我是你們的VVVIP 那這情形是怎麼樣 一個可能是我喝醉了 二了我瘋了 第三個我可能吸食了毒品 要不然正常的董志成 我是不可能講出這種話 對 尤其呢 還有今天有文婉在 是 真的 我絕對對人在這個營業學來講 都是客客氣氣的 都是非常謙遜的 有一對大哥們也知道 我對大哥們特別好 大哥喝酒都是我買單的 都是你買單的 對不對 我要去巴結這些銀行的 這些高層這些銀行員都來不及 我說巴結為什麼 我要不要買房子 要不要交房貸 要 我希望我在買房子的時候 或是我做投資的時候 他的利息給我給我低一點 那可以多帶一點 希望 這都要靠關係 或者跟高層關係 我這樣過去一個好像我的醫師父母這邊 會我唇管都擺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擺定存地方 我去朝他們標罵 標罵完之後 然後呢 我再打給高層 也是以什麼 我是VVVIP 你自己衝殺 小朋友 然後他再把全部門 大家一起寄過處分 這種事情如果真的有發生這種事情的話 我真的很希望你們是哪一位被處分的 有真的被寄過的 你如果跳出來 我當面跪下來拿著禮物 負經勤罪 古人有負經勤罪 那我不要說負經勤罪 我當面跟你說抱歉 跟你說Sorry 很誠懇跟他 既然已經這樣子 那你的商品 我都買了 你的基金的這個商品 他們常常介紹很多商品 理財的 或是外幣的什麼的 我多買 我就跟你一個人買 業績都跟你一個人做 所以那個新聞是假的嗎 我覺得只需烏有 而且是莫須有的 這個罪名 我常講 那天早上八點鐘 我還在睡覺 那天不用錄影 就很多記者都打電話進來了 我從八點一直接電話 接到十二點 知道吧 然後我都跟他講 這個事情 我覺得你們都 我都不好意思 做出任何回應 我先讓我公司知道 讓我公司出來 看看這個新聞 到底是真的新聞 還是假的新聞 到底是真有其人爆料 或者只是一個 為了要沒有新聞 而去要編造 捏造出來的這個新聞 我常講 記者如果不看記者 他一定是最棒的小說家 一定是可以得到 諾貝爾文學獎的 這個創作家 那何必去搞你呢 如果是假的 對 這點也是 我只有這個疑問而已 其他的我沒有疑問 你說我應該要對銀行的人 更好就對 對不對 對 所以我不可能去 我還還反過來變成 我去搶什麼 我去爆出口 我去飆什麼 不可能 第二個就是說 我還有這麼多的 這個事情想麻煩銀行 所以我覺得 像我這樣應該不少 可是怎麼會這個 這個新聞事情 要我董智辰頭上來 這是 我想真的 這個新聞的前一天 我還在那個苗栗白沙屯 我去表演 拱天公 我去表演 拱天公 我跟著主委 跟著什麼 詹雅雯 還有一些翁立友 我們要一起送 一些翁立友 很多個翁立友 很多人給我們一起送 這台本宏超跑上路 這次還要掛香 到北港去 那是哪一家鷹 哪一家鷹 我不太好意思說吧 為什麼 為什麼 不是 我想請你說 說出來的原因是說 如果有這件事情 銀行應該出來說 還原整個來龍去脈 如果沒有要還董智辰一個公平 對 因為那個新聞出來 你知道那種新聞的影響力 太大了 是的 那從手機上跑出來的新聞 我講實在話 那個每個人都會點進去 我靠 董哥 怎麼是這種人 而且現在很多人怎麼樣 他只看那個 他只看那個聰動的標題 他不看下面的小字 他的內文不看 你就知道 這個標題對我損害有多大 我是一個在演藝圈 在這個綜藝裡面 耕耘了三十五年的一個老兵 我會因為這個小事情 把我的人格 生育 形象 以及我的 真的 我身體也這麼沒有情傷 這麼情緒激動 然後會像好像 你需不需要我們幫你準備血壓藥 對 我過去真的要吃血壓藥 過去 後來我瘦下來的時候 我現在也停藥了 所以我的意思說 你在那個銀行放多少錢 我老實講 你們不用查 因為個資料不會給你們 但是我跟你講 我就放了大概一百八十幾萬而已 一百八十幾萬 對 那你錢現在還在嗎 還在裡面那個銀行 還在 還在 沒有領出來 快了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講 這個一定不是記者 自己知道的事情 高層對於行員的這個處罰 寄過 還把他們全部召集來講話 你覺得記者知道嗎 不可能 他不太一樣上班 所以這一定是銀行裡面 要引爆得掉 銀行裡面有內鬼 那你現在今天講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子虛物有意思 就是根本沒有發生的事情 對不對 根本就沒有發生 那你剛剛講說 只有記憶來講 只有三個情況 一個是你喝醉酒了 第二個是你瘋了 第三個你吸毒 我吸毒了 對 那所以你意思就是說 除非我喝醉酒了 真的有可能講這樣 但是我再怎麼樣 我竭盡所思 我不是 我現在很少喝酒 而且跟我喝酒人都知道 我酒品很好 我一喝完酒 酒醉喝多的時候 我就睡覺 我可不可以這樣講說 你百分之一百沒有發生這個事 我不是百分之一百 我是百分之兩百 我絕對沒有做出這種性感 因為第一個 我沒有膽 得罪他們 第二個 我的脾氣 我不要說我脾氣 我連講話的口氣 那種惡劣 既然你沒講 旅遊玩在我這個行業這麼久 是 容易發怒發飆的 還有情緒容易失控的 這個清單裡面藝人或主持人 有沒有我 真的是沒有 好了 我的意思是說如果完全 你百分之兩百沒有發生 你應該跟銀行講 你現在再次公開講 我要求你們要到 因為其實我不要在這邊講 原因是 我怕把事業又惹大了 對不對 我去擺明說是某家銀行 這個換作他們覺得我這個人在 我是瘋狗 今天咬人的不是我 是你們先咬我的 我並沒有反咬你們 反咬你們我就中這個計了 我只會呢 把我在你們銀行的這個存款 我每一筆 還有我媽媽的定存 我妹妹的 我們全部把它移開來 他一百八十二萬銀行 毫無沒有感覺定存 還有妹妹 你媽媽一百八十二億嗎 沒有啦 他就不叫國台銘 我這個重點 一百八十萬也不會講說 我是VVVIP嘛 你除非說一百八十萬美金 好啦 不過我講實在話 我們不是有錢 我們這個都是上班族 這個都很有限 只是說如果董事成沒有的話 這個銀行有責任出來 給人家清白 因為這個對他影響很大 就像我剛才講 我不能因為這個新聞 好啦來進廣告了啦 進了 陪上